你敢相信吗 这个蓬头垢面的蒙古男人 居然是一代天骄称吉思汗铁木真 但由于兄弟扎木河的背叛 此时的他被流放到西夏王国 沦为交易市场里的奴隶 而铁木真气度不凡 被路过的西夏皇帝一眼相撞 这时身旁的和尚极力劝阻 称铁木真是天降灾祸 将来会亲自踏平他的王朝 然而皇帝根本不信 还是花钱将其买下 回想起和尚的话 皇帝也来了兴趣 干脆把铁木真囚禁起来 当成处屋一样任人观赏 吃的是游客投送的活鸽子 这一关就是好多年 老和尚知道自己劝不住皇帝 于是偷偷找到铁木真 请求对方日后放过自己的寺庙 而苦受监禁的铁木真没有回答 只是扔出一件白乌鸦的刹骨 拜托和尚拿着此物 去找自己的妻子伯儿贴救他出去 和尚连忙答应下来 启程朝着边境外的大草原走去 和尚年老体衰 尽管他遵守诺言 也忍受不了风吹日晒 最终倒在了草原上 这时在更远的地方 铁木真的妻子伯儿贴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连忙朝和尚的方向找来 当他看到信物的同时 也明白是铁木真在求救 可他毕竟是一剑女流 而且还带着年幼的儿子 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来往的商队 带他一起走出草原 但根本没人愿意搭理他 伯儿贴救夫心切 只得以身相选 商人这才答应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伯儿贴通过一番周转 终于找到了铁木真的下落 接着花重金买同守卫 终于解放了铁木真 在回程的马车上 铁木真看着 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大方表示理解 回到自己的部落后 铁木真重新做回大汗 可每当他回想起在西夏的日子 心里就充满了愤怒 他恨透了将他流放的人 更痛恨那高傲的西夏皇帝 于是他竭竿起义 开始了自己的争承 成吉思汗九岁时 父亲就告诉他 选妻子一定要选圆脸小眼 最重要的是较大的女子 这样才会让男人快乐 铁木真听完大汗父亲的话 最终停在一个女孩面前 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妻子 女孩名为伯儿贴 铁木真教育他信物 并承诺五年后会来娶他 谁知在回家的路上 铁木真一行人 遭到了敌对部落的埋伏 最终大汗坠马 引恨而亡 部落的二当家现状当即夺权 全然不顾铁木真的阻拦 甚至扬言要杀掉铁木真 但念在铁木真太年幼 二当家怕被天神报复 只得留他一命 可怜的铁木真倒在雪地里 幸好路过的部落发现了他 并好心将他收留 在听完铁木真的经历后 名为扎木盒的男孩坐不住了 与铁木真煞血为盟 并发誓日后替铁木真报仇 但二当家哪会轻易放过他 在铁木真成年这天 二当家就带人将其带到部落 铁木真也不是等闲之辈 趁着夜色拿死守卫 偷偷逃了出去 与木无亲的铁木真 只得去找儿时约下婚约的伯二贴 伯二贴十分愿意追随铁木真 在完婚后两人过着安宁的日子 直至这天 一个小部落竟强行掳走了伯二贴 铁木真觉得耻辱 但他势单力薄 只得找到昔日兄弟扎木合 此时已经成为部落首领的扎木合 不光长得像华强 做事更像华强 他听完来龙去脉后 就拍板决定帮助铁木真 于是两人带兵找到那个部落 在诡异的安静中 扎木合已经察觉到了杀意 是埋伏 双方当即开战 扎木合作为首领早已征战多年 收拾这些小部落自然不在话下 直接踏和对方 而铁木真不光找回了伯二贴 还收缴了一大批战利品 扎木合问他要怎么分赃 铁木真却说 要分发给所有陪他征战的士兵 士兵们欢呼不已 只有扎木合暗自担心 果然第二天 扎木合手下的两员大将 就追随着铁木真而去 原来他们早就受够了扎木合的暴力 觉得铁木真才是真正的大汗 更让扎木合无法接受的是 铁木真部落的手下 竟失手打死了扎木合的弟弟 扎木合受不了这样的背叛 逐渐对铁木真起了杀心 承吉思汗和兄弟扎木合反目成仇 扎木合派出精壮的蒙古士兵 准备围剿铁木真的部落 这一仗来的猝不及防 铁木真只得将护鲁先跑 自己带几名手下顽强抵抗 尽管铁木真天生神力 也无法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 最终还是被扎勤 而扎木合念及昔日兄弟情 决定将铁木真当做奴隶 迈往西夏 铁木真在奴隶市场上 被西夏的皇帝一眼相撞 皇帝知道这蒙古汉子非同一般 于是故意将其官养 当成宠物工人赏蚌 好在伯尔提消息灵通 远赴西夏成功解救铁木真 回到了自己的部落 而铁木真的野心不止于此 于是他决定起兵讨伐 统一整个草原 在此之前铁木真来到圣山 朝着天神前程跪拜 祈求获得无伤的力量 这时一头白狼悄然出现 在暗中凝视铁木真 再后来铁木真四处征讨 收服踏平了无数部落 最终组成蒙古铁鞋 朝着西夏方向进发 而扎木合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将麾下壮大至十万精兵 在山关静等铁木真的到来 铁木真知道这一仗无可避免 随着扎木合的异声令下 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发 再看铁木真这边 只是派出一队全副武装的起兵 他们手持双刃 一字排开 保持艰巨决冲向敌军 在战马的高速冲锋下 敌人纷纷落马 丝毫不给阻拦的机会 扎木合吃了憋 脸上的杀意早已压不住 大手一挥 挥下大军尽数其出 面对远多出刺激的人马 铁木真依旧面无表情 只是抬头看向天空 见云层翻涌 铁木真下令冲锋 就在两军即将触碰时 忽然开始电闪雷鸣 众所周知 蒙古人最怕雷电 认为这是天神降下灾恶 吓得敌军纷纷抱头数窜 只有铁木真毅力不动 抓转时间下令冲进 轻松踏平了对方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可铁木真的征途远不止于此 他继续手兵买马 重大势力 朝着更远的东方出征 电影到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再后来古西下国被踏平后 铁木真遵守了诺言 保留下了和尚的寺庙 但成吉思汗的统治 才刚刚开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伯二 关注我 下期为你解锁更多精彩的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